那咱们今天呢肯定得把近代史全部截掉 还差一点把它截掉 然后现代史就是共和国史 我能开多少开多少 希望能够多开一点 等中国史全部讲完了 我有一次讲题 大家把所有我发过的题都带来 所以我估计下次课你就得把题做完带来了 我能够赶得上 我就下次就开始讲一点题 我会拿一次课整个一次课的时间 来把咱们前面所有有关中国史的题目都讲一点 好 所以你下次希望你能带来 因为我不可能全讲 我会挑一部分东西来说 包括一些做题的思路 抗日战争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去 再看这样一场战争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再分是共产党抗日还是国民党抗日没进 那是中华民族的抗日 所以不要再提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底柱这种废话 这话也不好深究 一深究出问题了就 你记住是中华民族的抗日 是整个民族面临威亡 我们背水一战 最终取得了这场伟大而艰难的胜利 就足矣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民党共产党 至少国民党的 我们说他的正统派吧 因为国民党中有人叛变是吧 汪精卫为首的人叛变了 对吧 那是一个一个国耻 但是呢 国民党当中的正统主流和共产党 还有全国人民一起 实际上都是付出了艰辛的这种努力和人头滚滚的代价 中国在这个战争中到底伤亡了多少人 没错 这是个要命的事 我希望同学们作为文科生 要有一点历史的意识 这个意识是什么 在你看到的什么历史世界 有可能有点意义的历史世界上 你要把它如实的记下来 哪怕记到你的日记里边 或者写成一些文章把它存下来 将来可以作为别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材料 咱们中国在这方面 尤其在死人方面 我们做的太差了 直到今天我们跟日本人说 你们南京大屠杀杀了我们三十多万是吧 咱们只能说出三十多万这个数字来 往记细这点说是三十四万左右 可是中国人是不令万数的 我们对外宣称是三十万以上 中国人是不按十万数的 在西方人们基本上是 他是能尽最大努力做到精确到各位的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是有那么两天 我在伦敦里我就瞎转悠 我转入了很多地方都是具有极大历史价值的事 比如说在一组非常宏伟的建筑前面有一个花园 里边有几组塑像 我一看到青铜塑像 我就过去看你 我一看那几个塑像 不是我特别熟悉的人 应该说要元老师在这 他可能比我熟悉多 他是一军事迷 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些将领 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些将领 但是在某些塑像的基座底下 就密密麻麻的刻着很多人名 上面写着 跟随这个将领在某次战役当中 付出牺牲的人的名字 都是精确到各位的 有的时候写不下了 比如像一战二战这种大战写不下了 怎么办 他会分 比如在某个地方 这个村 这个镇上有一个教堂 教堂里边他会有一面墙 或者一个碑上面写着 有哪些我们这个镇上的人 或者在这个教堂受了洗礼的人 他在一战中 在二战中牺牲了 他都会有名字 我们在这方面 留历史材料的这个方面 做的太差了 不但1937年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留 后来的国民政府没有留 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也没有留 直到最近 应该说也就十来年 当日本的右翼开始冒头 开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重视这个史料的留存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1937年遭受了这样人间惨剧 比如说被伤被伤害到 或者被强奸的这些人 他们在五六十年以后 能幸存的还有多少 你能留下来的证据还有多少 你对一个七八十的老太太说 你当年被强奸的历史 人家还愿意跟你说的还有多少 有很多人很可能就把这个东西 永远的带进坟墓里面去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 你们将来能接触到第一手资料的这种机会 就越来越少了 有很多事情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那我就提醒同学们 作为文科生 你有一个义务是为社会 为历史做一个见证 你们现在18岁左右 这18年的历史 你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东西了 涉及到国际民生的大事 可能你根本就碰不上边 你也用不着去想太多 但是你家族的历史 你家族里边 比如你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子 他们已经老了 你甚至可能有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子 我说很不好听的话 是吧 你们咱们也知道自然规律 那么该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留 花点时间 高考完了之后不是有三个月吗 给他们做口述历史的访谈 我现在带着一个私中的课题 就专门做口述历史访谈 我已经做了很多人的口述历史 其中有一些 比如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 你想当年在抗战期间 到西南联大上学的这些学生 今年至少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他你想四十年代 他上大学了 现在又过了六十年了 对不对 他至少是七老八十八九十岁的人了 那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 把口述历史这东西做一下 他既有社会意义 你陪老人聊天是一个公益事业 另外也能留下历史的资料 对于同学们来讲 我觉得听一些故事记下来 包括你父母这一辈人 还不着急留的时候 但是你们也需要把他当年那些经历留下 这个很重要 留下来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有人问我那课题 你那课题有什么用 我说没用 有可能一点用没有 就是把他留下来 五十年之后 一百年之后 可能有用 可能还是没用 对不对 没用就没用 我就浪费生命你管着吗 我愿意浪费 但是有可能在一百个人里记得一千件事中 有一件就不是浪费 这一件可能将来就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 其实你们家里的这些老人们 他的故事很多 因为他的经历其实很丰富 你爷爷就应该是至少是两朝元老了 他应该不止六十岁 共和国不才六十年吗 对吧 他如果超过六十岁 他就中华民国生人 你再往上一辈 可能就跟大清国就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好 我们不去多说他了 对于抗日战争 我希望同学们第一 在这一点上要站稳脚跟 是民族抗战 第二 从学术角度来看 要从二战的角度 或者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去看 二战咱们没学 选修三 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对吧 那本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在高考前有空 当小说翻翻 我参与那书的编写了 不算广告 你可以不用买那本书 你可以找这儿去网上就有 去看看那个 就是把二战这段 一战二战给看一看 因为一战二战是世界大战 它卷入 世界的各国卷入的非常多 咱们在一战前一战后 二战前二战后 中国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而且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 你不把那个战争想清楚 坦白的说 你有可能就糊涂着呢 所以我建议你 拿它当小说似的 把一战二战的相关章节 网上就有 网上那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有电子书 你都可以看 就在网上 所以浏览一下 一共也就这么 我忘了有多少页了 你简单看看 不太费事 选修三 从二战的角度看抗战 希望同学们能够注意 第一 不要妄自菲薄 中国人在抗战当中所做出的努力 是世界性的 这是为什么 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是发起人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人历史国 你看看那所谓四大国和五大国都是谁 咱没心没肺的说一句 中国不够资格 那哥几个是英国美国法国加苏联对吧 英国法国虽然已经沦落人家是前霸主 美国是后人霸主 苏联是跟后人霸主对抗的冷战霸主 中国什么霸主 中国自娱自乐的霸主 我们人口霸主 这永远谁也惹不起他们 我裁死他们 但你会发现中国是其中最落后的一个 那里面不管是帝国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只有中国一个两半社会 对吧 我们凭什么跟人家平起平坐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大家基本上在嘴上都承认 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是吧 当年人家连嘴上都不承认 那咱们 作为一个 弱国 虽然很大的一个弱国 我们是怎样 在世界上立足足的 请你记住 不是后来的朝鲜战争 中国教训了美国 而是在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凭着八年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为中国打下了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吹出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让你们去看入免作战的远征军 为什么让你知道蒋介石有一个身份是中国战区总责令 这个中国战区是指挥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的所有中国英国美国士兵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一个国内战争 也不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的国际战争 明白这意思吗 我们是二战的一部分 所以别把中国看低了 第二 别把中国看高了 有的人据此认为 中国是二战当中的反法西斯盟友之一 不错 我们是主力之一 这就有点悬了 中国是主战场 我们拖住日本一百万 越说越想自娱自乐了 请你记住 中国战场上从来也不是二战的主战场 二战的主战场在欧洲亚洲北非都有 亚洲的主战场在海上 是美国跟日本之间的海上对抗 在陆地上 基本上亚洲这边都不能称之为主战场 我们的战略作用很大 但是呢 我们在战术上不能称之为主要战场 有人说我们也歼灭日均一百多万 是全是天荒下令以后歼灭的 天荒下令投降以后我们就算歼灭了 这东西不行的 如果你把中国看太低了 把中国看太高了 这都不是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态度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对抗战要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 至于最终伤亡多少人 那个三千五百万的数字 不用再信了 那个数是不对的 我在这不方便多说 但是那个那个数字已经被史学家证明 是编出来的 那我们是当时为了跟俄国人比 我们一定不能输给俄国人 但是中国以千万计的人 数以千万计的人伤亡是不成问题的 好 我们将来有机会你们再去做这个研究就行了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我只想再提醒你注意一点 就是七大 七大是毛泽东 明智时归的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 中国革命领袖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这个转折过程开始于遵义会议 还有印象吗 遵义会议是哪年 1935年 对吧 那么在那个会议上 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导人 对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对吧 但是还不稳固 他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最终确立了自己党内绝对第一人的地位 而推动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的人 就是刘少奇 后边在文革当中 刘少奇受到了清洗 是吧 这个跟这事有关系 不是说毛泽东忘恩负义 是残杀功臣和朱元璋似的 不是 主要是因为 你既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你刘少奇也是党员 对吧 那你就应该遵奉毛泽东思想 但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还活着 毛泽东同志还有很强大的创造力 他还会经常迸发新思想出来 你要跟不上 你就是反毛泽东思想 而他亲口确立的一个准则 就是反毛泽东就是反党 那你不自个儿设套自个儿钻吗 所以后来他自己有一些问题 他咱们看到文革当中 对他的那个咱们说的技术 还是挺壮烈的 是吧 确实也挺惨 咱们待会儿有机会再说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定的历史的姻缘在里边 抗战胜利不去多说了 有人在争执是8月15号算抗战胜利 还是9月2号算 这个意义不是太大 8月15号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无条件投降 明白吗 有条件就是盟国默认不废出天皇制 如果是无条件投降 就应该完全交给盟国来处理 但是呢 日本还是不能承受 把天皇制 就动天皇制 这是他受不了的 所以最后 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 还是遵从了日本的这个基本的状态 他没有动天皇制度 也就谈不上审判天皇家族了 是吧 所以你将来可以看一本书叫真相 真相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 日本欲人天皇是一号战战的问题 这一个美国人写的 他认为当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是有很大的问题存在 我们今天看到日本有一些右翼的人 他拒绝承认战争罪行 包括把东潇英机等人的这个牌位放到靖国神社里边去 他有自己的解释 因为天我们是为天皇而战的 天皇没有错 我们就没有错 那这东西你不揪他的根你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将来你们需要了解一下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 需要了解一下中日战争是怎么回事 要不然面对日本你们要承担去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 你总不能说再玩一东京大屠杀是吧 咱给他杀毁去 这绝对是做 一是做不到 二是也不可能的 你不能认同日本法西斯的那种做法 对不对 所以怎么去解决中日问题 靠的是两国两个民族的人民的集体的智慧 这东西不解决 东亚就安定不了 安定不了 这世界就不太能和平 咱这和谐社会也没法建设了 所以这事我估摸着就着落到你们这俩人身上 你们现在18嘛 这事三五十年之内总得解决 比如钓鱼岛问题 比如东海游戏田问题 你说三五十年之内还不解决 还这么拖着 这也不是个事 将来怎么解决 这是你们去想的事 这事我教不了你们 好 其他人就不说了 解放战争时期 对解放战争高考的考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 今年高考学生还提到一点 就是解放战争那个 北京卷来提到一个解放军入关的问题 是吧 问题已经非常腐朽了 散发着国脚部一样的臭气 我们现在很支持国民党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跟国民党打了这么些年之后 又隔绝了这么些年之后 突然发现国民党是支持统一的 在台湾还有更不人的党呢 民进党一上台 让我们终于发现国民党长得很可爱 最近这事大家听说了吗 那个连战的儿子又让人给枪击了 没死 把脸给打穿了 这又是一个事 我当时一看 我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啊 还是在起步截断 还经常诉诸街头行为和暴力行为 但是你会发现连战的反应 人家很纠结 对这事很震惊 很愤怒 希望大家投国民党一票 什么呀这都是 你到底有儿子还是有选票 台湾那时候咱们先不去多说 希望同学们能够知道 如果同学们把解放战争还特别重视的话 至少是一个浪费高三时间的问题 而且同学们要有一点常识 我这次十一假期 我们不是去台湾演出去吗 然后十一在那演出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去的工作人员真有不吝的 过去问人台湾人 你们十一不放假 台湾人们都快气死了 你知道吗 我们凭什么十一放假 十一是我们的国耻 你知道吗 你想十一咱们把它打过去 真不把台湾兄弟当外人 以后记住 这种问题不能乱说话 人家不冲你已经很客气了 解放战争这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课本是把这个挑起内战的责任 当然是搁在蒋介石头上的 这个我也不准备去颠覆他 蒋介石肯定是挑起内战的罪责 罪魁祸首之一 你希望你能够理解 蒋介石是容不得毛泽东的 反过来 省略号 反过来咱们就用省略号来代替了 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自己想想看 自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个制度建立以来的两千年里 皇帝能不能跟别人分享政权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憨睡 对吧 赵狂印这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注释 卧榻之旁是不容他人憨睡 我的地盘我坐住 还没送人 那这个感觉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来跟我分权的 你想想中国国家这些 你不管明军昏军暴军什么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都这道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的话 他的这种专制统治军事独裁 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共产党握着一支军队 跟自己搞割据的 抗战以前他就要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 没成功 双十二事变了 西安事变了是吧 他被迫去抗日 抗日的过程当中跟共产党也有很多的这种冲突 咱们现在不多提了 最后在抗战结束以后 还是没能够按住火 所谓的重庆谈判 所谓的最后双十协定 包括那个纠正协的会议 就是政治协的一些决议 说是对人民有利 对中共有利 但是最后都是不能够落实的 内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我们如果从社会矛盾的分析角度来看 内战 国共的内战是什么矛盾的计划 是阶级矛盾 跟阶级矛盾同时存在的一个中国近代的矛盾是什么 都是敌我矛盾 他们的性质都是敌我矛盾 阶级矛盾并列的是民族矛盾 尤其这段时间叫做中日矛盾 对吧 那么你可以发现 1935年到37年 中日矛盾计划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 大家就都要抗日 共产党要喊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国民党最后也接受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对吧 打了八年之后 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之后呢 那就是民族矛盾暂缓 对吧 民族矛盾是不是消失了 换成谁和谁了 换成中国人民 别中美 中美还合作着呢 换成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 及其驱使下的走狗 相约是几块 甭管怎么说吧 中国跟美国之间还有一点矛盾吧 但它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又重新变成阶级矛盾 对吧 这种东西此消彼长 你方畅瓦我登场 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 换言之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 我们发现他们共同打的是谁 第一次国共合作 北洋军阀 因为北洋军阀代表的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 有反帝反封的含义 对吧 那么合作挺顺利 打破了三大军阀中的两个击退 一个以后就内乱了吧 这种 坦白的这种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是不是历史的必然 这应该是 对吧 第二次合作就是抗日战争 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吧 最终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但是你能希望它真的就继承 就发展下去吗 因为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毕竟还是本质上对立的阶级 对吧 所以从社会矛盾的角度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的 这个合作是不容易的 只有当我们在意识上超出了阶级斗争的形态 第二我们不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 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的时候 不再把人单纯的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 我们才能重新找中国人的共性 我刚才为什么一上来就说 从抗战我们要想是中华民族的抗战 不要再想哪个阶级哪个党派的抗战 未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 现在你发现大陆跟台湾要想往一块凑合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九二共识 对吧 什么叫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对不对 大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说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互相我们不承认 我们都认为对方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这么一部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中国 只要你认同一个中国将来咱们就好谈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想办法消灭掉所有的阶级党派政治的意识 是从民族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那么目前来看 这个东西应该说也很危险 认同一个中国理念的东西也很危险 你别忘了 台湾现在的社会里面 真正从大陆过去的人已经多胡哉不多也了 已经没剩多少了 而且他们会越来越少 因为已经隔绝了六十年了 六十一年了 对不对 就算是从这边在大陆出生的孩子 过去的也过了六十多岁了 对不对 他有多大的大陆的这种根的意识呢 现在的台湾社会主流是不认同自己的根在大陆的 这很正常啊 对不对 那你将来怎么去面对这群人 我们不是在跟老蒋小蒋谈 那俩人是在大陆当过领导人的 他们过去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打跑的 但大陆是他们的根 李登辉就不行了 对不对 李登辉就我们人人眼就更瞎掰了就 你别对马英九积太大希望 马英九过去的时候是个屁孩 他生在香港是吧 我印象当中他不是生在台湾 有人拿这个做文章 但是对他不要寄更多的希望 对以后的台湾领导人也不要寄这种感情上的希望 没什么用啊 将来怎么去处理 跟中日关系一样 这个课题需要你们的智慧 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么在这个解放战争当中 还有一个事我需要多少提一下 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 我们在这儿呢 应该说书上拿整个提供的内容 已经把这东西删的不剩什么了 但是我需要你提醒你注意的 一个是旧政协的问题 旧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参与和推动 对吧 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个模式 还有这个结果都是对中国革命有利的 对吧 这个需要你注意 另外谈到旧政协 我就需要你看这个旧和新的区别 旧政协跟49年9月召开那个新政协 一旧一新主要是指旧什么新什么 我都说那个早就叫旧的是吧 这两个政治协商会议 一旧一新 它的根本区别在哪 政党 虽然那个是 但两个都通过对中共有利的决议啊 你在这儿注意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解释了 这个旧指的是 他希望把中国建成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请问这是 这个目标属于旧什么的目标 我在讲前面的结构图都是说过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 明白吗 那我请问你啊 旧政协召开的194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但它是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明白的意思吗 它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换言之 民主党派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们既不认同国民党的专制 也担心共产党的独裁 他们希望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走民主共和的道路 建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 当然有点过于自不量力了 民主党派说白了就是一帮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吧 他们跟蒋介石比跟毛泽东比 缺的都是军队 缺的都是实力 他们有一些理念 但这些理念在中国基本上是卖不出去的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 而这一失败当然是由担任执政党的国民党来镇压他们 他们跟国民党一决裂就主要投向共产党这一边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这中间势力总要倒向一边的 最后的结果他们倒向了共产党 加入到以共产党为主流的对新中国的这种探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个目标 大家看新政协它要建立什么国家呢 新政协的第一次会议就是49年9月份在北平召开的这个会吧 实际上就是建国会议对不对 就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的时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不是啊五六年以后才是啊 前面那七年怎么算 过渡时期 从谁向谁过渡 从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吗 它建成的这个时间应该是这七年就叫新民主义社会 明白吗 它实际上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中国又没有资本主义吧 中国身上有两半社会对不对 那么两半社会结束新民主义建立 次九年到五六年整个都是过渡 其中最明显的过渡是五三到五六年的三大改造 对吧 我们马上会提到这个东西 那么你会发现旧政协如果它的服务目标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的话 那新政协它的服务目标就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 是什么类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成 要把中国建成什么 别着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 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你现在如果没记录把这还得记下来 这是旧新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我们知道把中国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 并最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 资产阶级是完不成的吧 这事必须由谁来做 由无产阶级由共产党来做 对吧 好 知道就行了 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这点近代史 就是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这是全新的东西 也是我认为的考试可能切入的这种考点 近代社会生活包括我们在后面看到物质上的 生活习俗上的交通的通讯的 包括运输业传媒等等这些东西 它都有涉及对吧 我们需要同学们把这段好好看一看 他所提到的东西并不多 但是呢面很广 如果要是串起线来 也会让你有很多的可想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中国近代的报业的发展 报纸啊 算是传媒中的一部分吧 这报业的发展 在什么时候开端 在什么时候达到一个最高的高峰 你现在就得想整个我们学过的近代史是吧 那么中国有报纸 中国人自个儿造过自个儿的报纸吗 就是近代的这种报纸 没有吧 1840年以前我们是没有这种报纸的吧 对吧 我们在1840年以后 首先在一些通商口岸或者租界里边有洋人的报纸 我们确认知道的1839年林泽徐禁烟的时候 曾经从澳门买报纸 对吧 但澳门那会儿已经不是中国控制的范围之内 那是应该澳门应该算殖民地了 对吧 实际上是葡萄牙或者西方人印的报纸 对吧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开始向西方学习了 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时候 中国境内出现的比较流行的 有权威性的报纸基本都是洋人造的 比如英国人 美国人 法国人 包括日本人 他在中国都有一些报纸 这个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的前期都有 中国人自己大量办报 大量通过把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来传播思想 影响唤起民众 是在什么时候以后 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时候 也就是说 咱们愣说这经济根源还是得跟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得联系上 当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 民族资产阶级壮大到需要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 政治上他们会进行变法或者革命 思想上他们会进行论战来传播 对吧 那么思想的传播往往是政治革命或者改革的一个前奏 他需要他的革命或者改革需要有这种支持者响应者 对吧 这就是一个办报的材端 那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提几个报纸 比如中外纪文 有印象吗 谁办的 中外纪文 原来叫万国公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以后办的是吧 后来被查封了 十五报 梁启昭在上海办的 维新派的主力报纸之一 对吧 国文报 严复在天津办的是北方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 对吧 包括像大公报 像这些报纸 我觉得都可以去想一想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可以考的角度 因为它不仅仅是传媒的发展 它跟政治结合的很紧密 跟政治结合的很紧密 我看到我上海的一个考题 它实际上是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个 对某一个案件的庭审的过程 然后它最后考的主要的思路是考那个之外法权 因为报纸上什么都登对不对 你就得知道 考报纸考这种近代化的媒体 它实际上是可以扩散到我们历史学习的每个角落去的 举个小例子 我考一民国初年征婚启示 第一件事 这是在报纸上登的公开征婚启示 社会风俗变了没有 以前都是找媒婆是吧 现在我公开去征婚去 第二 征婚的内容我是不是比如我找一个不要小脚的必须念过高中的或者通点阳文的这种都会有吧 我还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风俗并且隐含着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转换 我把蒋介石取宋美龄那照片贴出来 宋美龄穿着白婚纱 你就会立刻发现出来西化了 对吧 因为在那个年代穿白婚纱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白色穿白挂笑 中国人穿白真的就是死人了 结婚哪能穿白的 但是你看蒋介石跟宋美龄1927年结婚的时候 他们就有白婚纱在那你就可以由此引入 比如宋美龄的教育背景 她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的 对吧 她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去美国 在美国待到大学毕业 实际上她认为美国是她的第二故乡 你从这个人的角度你也可以去考 对不对 新闻上都会对这些历史名人有相应的这种介绍 所以你要注意报纸包括传媒 我甚至可以一下把这事传到现在来 比如你们现在写信 跟别人联系写信的时候基本都是电子邮件了吧 用手来写信 贴邮票往邮筒里边扔的事已经快绝迹了是吧 那这始终于什么的发展 互联网络对吧 互联网络的发展 它使得你和在美国的朋友之间有没有距离感 基本上就是点一下鼠标的问题 用Scape可以直接面对面聊天 MSN QQ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都可以直接实现这种及时的互动 这种距离感就变小了对吧 这种距离感一变小 你就会发现各种信息的传播 就会变得比原来要快的多大的多 对吗 所以实际上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科学技术改变人生 你原来往美国写一封纸质的信 我们在英文当中我就叫做Snail Snail就是蜗牛 就是蜗牛式的邮件 它往往寄过去要一两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你过去那种老十年间的那种邮轮 可能寄一封信过去半年以后了 那玩儿写点思念都多受不了 这是 那个思念是很真诚的 你先在这夸一下一封邮件就过去 一天不来个七八封邮件 那都不叫对你有真心是吧 你要明白这个社会风俗的改变 它实际上跟科技是不是有关系 我们一提互联网一提计算机 这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啊 对不对 我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可以从社会风俗这儿入手 对不对 我再给你出一个 康有为写过一段话 反对女人裹小脚 这是不是社会风俗啊 但是跟康有为又联系上了 康有为这个人就是近代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改革的一个先锋 政治改革的一个主将 对不对 你跟他就全部都能合得上 所以实际上到现在这个份上 我提倡的就是高三学生在寒假里边 或者寒假之后要有自己命题的意识 因为你做题做到一定程度了 老师出题也就是那些花花绕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过就是比你多看了几本书 有一条实料他见过你没见过 处理起来能力他也不一定比你强 希望你能够理解 老师不是永远在这儿 是有资格在这儿 说我就能考你 我出的题你永远不会 你也可以出题考老师 我在四中的时候 我是要求他们从高二文科班开始 每周出一道选择题 专门考我 哪帮确得玩意儿你知道 出那题有时候考我这都写 我得琢磨 我每次我得做几十道题 每周 我做完了以后 我还得给他们点评 他们那个写的点评对不对 反正他们得判我一次 然后所有好题我全收录 直接进期末考试院了 我就告诉他们 期末考试院有你的题可能 你说他出题是不是挺好玩的 是他要在期末考试院 看到自己的题 是吧 那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我在讲平时教人干他 这道题是谁出的 他就会遭到残酷的对待 这种命题的意识 你会发现 如果你能出题了 不着急出大题啊 大题跟选择题之间 没有本质的区别 选择题一变身就是一道大题 对吧 如果你能做到 我出小题出选择题 别出田库 田库没什么劲 就选择 我把你选项编出来 题干我给设计的合理了 如果居然被命题的老师给认可 说这是一道可以接受的 没有漏洞的题 对于这一段 知识你的掌握程度 是非常深的 对到高三 我希望你注意 比如数学题 你要做到 能够给一个不懂的人彻底讲会了 这题才叫你真会 历史题也如是 你能出题 你就能做题 有的时候你可能发现 出题出多了 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你觉得 别人出题还是太傻 那 出那答案推傻 那有可能导致你这题 做的反而倒不太好 但一般来讲 同学们达到那个境界的可能性也不推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学有余力 你觉得看这书没劲了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但就是答题答不太好 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解析这些题目 下此刻我如果谈到讲题的时候 我再跟你们说是怎么做解析 好吧 社会生活就自己看看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来看 共和国史 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到今天 都属于共和国史的范畴 我们基本上是讲到90年代初期 就是后边这个 最近十来年的十年左右的历史吧 十来年的历史是归政治课讲的 还有一个时事问题是吧 我们更多的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这60多年 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我是喜欢分阶段 因为不同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社会矛盾 不同的革命任务 以及中国共产党做的对还是不对 我记得原来提到过 中共自21年建党到明年你们高考 正好90年是吧 这又是一个需要我们歌颂一下风功伟绩的这么一个时代 90年的辉煌吧 但这90年里边 我们不任何人也不能说共产党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是吧 有对有错 你记住一个原则 凡是党做对了的 都是他正确研究中国国情 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结果 凡是他做错了的 都是不对 没正确研究国情 没正确解决矛盾的结果 这包打天下 保证正确 所以而且我们利于不败之利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或者说毛主席吧 他提出来这个 这个搞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他是想把中国给弄弄坏了 弄崩溃了吗 不是 毛泽东还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是爱这个国家的 对吧 何况是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共和国的结构砸烂 让人民起来革命 他脑子里想的就是 中国已经变色了 出了一种东西叫走资派是吧 走资派的全称是什么 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吧 你注意这两重意思 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帮人是被资产阶级给俘化了 另外他们是当权派 什么叫当权派 掌握政权的人 换言之 毛主席脑子里想的就是 有一帮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 已经资产阶级化了 这个政权到底是不是在 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已经不确认了是吧 或者确认不在了 所以他要让人民起来 砸烂所有的国家机器 对不对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阶级斗争 对不对 是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一场 殊死的阶级斗争 可你想想看在66年到76年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是阶级斗争了 不是啊 问题就在他错误的理解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他就做出了那样的决策 那结果就是灾难形成 对吧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拿任何一件党的决策来看 对的跟不对的 我们都能发现 都能发现这个痕迹在 好 那么49年到现在 我们怎么分这个时间 第一段 49年到56年 49到56 我们把这一段叫新政权的建立和 向社会主义过渡 或者叫社会主义改造 新政权的建立 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那这里边是不是又可以分成两段 新政权的建立和初步巩固 是在哪年到哪年 新政权的建立和初步巩固 49到51或者52吧 因为50到52有一个徒弟改革 对吧 那么最终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是 53到56对吧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把它定性为一段两件事 我们把这段叫新民主义社会 叫新叫这个过渡时期 对吧 真正的过渡是53到56 是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53到56 但整个都可以叫过渡 好 这一段 起了 到56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了 对吧 那下一步就是十年 社会主义建设了吧 56到66 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里边 你们现在凭脑子想有哪些大事 光说不好的 那说这好的 虽然不多是吧 八大 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了吧 提出来一个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方针 对吧 最后的结果呢 没有获得执行 八大后有八大二次会议 对吧 然后就 有总卢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59年的卢山 反右倾 60年到62年 有59年到62年 或61年 有三年经济困难 62年有七千人大会 64年有四倾运动 终于在65年 把我们的经济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的时候 69年 文化大革命了 你发现我们是老运动员了吗 是吧 我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涨 中国老百姓给折腾的七昏八糊 要死要活的 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是在最初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对吧 我们反过头去看 我们允许党犯错误 允许国家走弯路 因为谁也没干过这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犯了错误不承认 对不对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容忍的事 这这就在这就不好再多说了 然后66年到76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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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有一帮棺材养子还在养他好 还在养他好 这个是吧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省他们冲击精华学校什么的 你知道这是一个 十年文革 我以党的名义来说 这是浩劫 这是党说的 有种找中单海去 别上这冲击来 最好直接冲击新华门 那里面能弄死你 我欢迎他们冲击新华门 然后变成邪教 76年以后就变了 对吧 但76年以后还没有改革开放 从1976到78再到今天 这我算一段 但这两年怎么算呀 这咱都会起门 叫徘徊一尊前进的两年 华国锋徘徊 邓小平前进 斗争的结果 前进的打败了徘徊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大踏步的向 新时期改革开放 迈进了 其实是78年底才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真正的改革开放 进入的就是79年以后 对吧 我们就算78 就把78那年全算上 那么到今年也是 大概是32年的时间吧 其实说话就是31年左右 对吧 那在共和国的61年 或者62年的历史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大踏步前进的时间 正好是一半 对吧 前面也有大踏步前进的 然后大踏步又绕回去了 对不对 我们再转了很多圈子 当然有成就啊 不能说前面没有成就 对吧 同学们所生活的年代 从今天往回数18年 对不对 你们应该是9293的是吗 对吧 9293那批 90后的新生代 那你就发现 你出生的年代 已经是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的后半段了吧 对吧 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 30年左右的时候 你们是站后边的这半段里面 你们见到的东西 我相信已经有所感受了 在你们十几年的人生当中 你们能记事 大概也就156年的 不行 15多年你能撑老腰了 也就134年吧 差不多 能特别辞职的记性一些事来 这134年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134年变化是很大的 你们至少见证了中国在GDP总量上 现在从世界 我印象当中原来是排名十几 后来进入前十 前九 前八 一个一个超 到今年超过日本是第二是吧 这个过程就是近十几年的事 特别进入21世纪以来 基本上平均每一两年超一个 超的西方很无奈 西方人现在就会自娱自乐的说 我们平均比你们高 废话 中国什么一平均全完蛋了 那你知道这个一个过程 你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这是一个你作为历史的当事人 你应该把它记下来的东西 那不是说只歌功颂德 这些党九十年生日快乐什么的 不是那个 你要把问题和成绩都记下来 你只看成绩 你就是一傻子 你只看问题 你就是一破坏者 明白吗 这两个都需要看 好 大概这么四段 我们逐一来看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段 高考最重要是哪段 明年九十年 明年九十年 你就是这段 多新鲜 你给人 你祖爷九十大寿 你过去借他当年的老底 你不知道老厨给你急啊 是不是 九十大寿 得说点好听的 得说点拜年的话 这是拜年的话 还有哪有拜年的话 这里边有点拜年的话 是吧 这可以 这里边有没有 一丢丢 一丢丢 有拜年的话 这里面 你就站的高度就不够 这里边也有拜年的话 当年高考考 考过 考什么呢 考周恩来的 反对左倾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我们是善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所以人生终将辉煌 你知道吗 这么黑暗的时代 我们都能找出亮点来 考的可能因为我记得04年考的 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 我们愣考文革中邓爷爷背着手在江西小道上 溜达着想祖国和人民的未来 你觉得多么有诗意的一感觉 人生如果像那样就太美了 要不被流放一次 你就对不起组织 好 大概知道就行了 我们主意来看 那么第一段里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向社会主义过度 这是一个主要的东西 我们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看建国 1949年9月份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1号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新政协要规划新中国的建立 要把中国建立成新民族主义社会国家 好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细节 比如北平是个细节吧 不是北京 在会上把北平改名为北京 对吗 好 我们简单的串一下 北京城市发展史 北京城市发展史